Ma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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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大家好,这里是老公 今天来给大家测评一下 Holly来跟哈根达斯联名的 一共是6种 618赶上 你玩的京东蝶那什么玩意儿 底下给了点红包 然后我想买什么呢 Holly来新出了这个 火速下单 这个是宝藏杯,一共三个口味儿 巧克力的,香草的,还有草莓的 这个雪宝宝冰淇淋 也是三个口味儿 先尝尝这个雪宝宝吧 里边是这种小盒子 我还怕我都拆开吃不完 没法保存 它里边是这种 像杯子蛋糕一样 哇 它里边是这样的 哈根达斯冰淇淋真的绝了 这巧克力味儿太喜欢了 贼龙 我觉得它就是哈根达斯冰淇淋 这个面包体的存在感太弱了 我买了这个 6个一套餐是 好像156 它上面蛋糕虽然挺软的吧 但是存在感特别弱 但是这个巧克力冰淇淋真的很好吃 这个牙印儿 这个巧克力味儿真的太浓郁了 还尝上草莓味儿 这个草莓味儿 颜色比我想象的浅 我觉得这个草莓味儿有点偏甜了 奶味儿特别浓郁 有那种淡淡的草莓的酸甜的口感 这款的蛋糕体稍微有一点点存在感 这款巧克力味道过重 会把那个蛋糕体盖过去那个味道 这个是香草的 是香草口味儿的 这个香草味儿奶香味儿特别浓郁 还把那个属于蛋糕体的那个香味儿给激发出来一些 我感觉这款是跟蛋糕体融合的最好的一款 到我最期待的 宝藏杯杯 它里边是这样的 还有一个勺子 还挺好看 是不是挺好看的 我感觉它这就是把雪宝宝夹在里边了 旁边这些多了一些饼干 还能看它那个香草那个粒 哎呦我的妈呀 这勺也 这小勺我插不进去 我还是铁勺得 里边碗碗是这样 它多了一些上面这个饼干 但是它肯定也是不脆了这个饼干 潮了的饼干的那种味道 奶味儿特别浓 饼干有点偏甜 好像是芝士蛋糕有点咸口的那种感觉 我看看 这个香草口味的是原味的半熟芝士 中间这就是雪宝宝 芝士香草味慕斯 芝士牧肠饼干 酥性饼干 有这么多东西呢 我半天就吃出一个芝士牧肠饼干 那香草味慕斯跟那雪宝宝 就是草莓味的 哇 这个好好看啊 是吧 是不是挺好看的 这个是半熟 双莓味的半熟芝士 这个是草莓味的雪宝宝 这还是那个芝士牧肠饼干 然后这个 它整体的旁边这粉色的冰淇淋 就是芝士草莓慕斯 Kiri芝士 是这么读吗 用料倒是挺好的 我尝尝 这我觉得比光吃雪宝宝好吃 嗯 它那个酸甜的味道会更重一些 刚才那款草莓味的雪宝宝 那草莓的味道不是很重 但整体因为它们都多了那个芝士牧肠饼干 就都会偏甜一些 还有巧克力的 里面有牛奶生巧 蠱蜂蝇 空气巧克力 巧克力脆猪 巧克力慕斯 还有迷你的巧克力雪宝宝 看着是不是还挺不赖 我想光尝尝这蒲公英巧克力到底啥味儿 哇 这蒲公英 这巧克力真的入口即化 一瞬间 微苦的味道特别好吃 这个生巧也好吃 就是里面特别丝滑吃起来 巧克力的绝了 巧克力子也好吃 巧克力味儿啊太浓了 它是那种苦甜苦甜的 稍微有点偏甜 品尝完这六款之后 我个人觉得两款都是巧克力味儿的 我比较喜欢 它联名这款我觉得 你就不如光买好里来家甜点 或者你光买那个哈根纳斯的冰激凌吃 雪宝宝你就不如光吃哈根纳斯了 它上面那个蛋糕体的存在感非常的弱 宝贝贝 我觉得如果好奇的话可以试一下 有吃过的小伙伴也可以说一下 你觉得怎样 可能我抱的期待也太高了 个人有点失望 好 这期视频就到这吧 拜拜